赵云死后,蜀汉群臣这一举动暗示了赵云的地位 三国有一旅二赵三点围,四官五马六张飞,七皇八徐九江围之说 这其中赵云最惹人喜欢 史书记载其身长八尺,资言雄伟,喜穿白袍,骑白马,拿银枪,整个白袍将军 其有三件事比较出名 首先是长板坡,赵云七进七出,斩杀曹云降临五十余人 乱军中救了后主刘善,刘备感动之余 曾将小阿斗扔到地上 其次攻打汉中时,赵云才真正上演过《空城记》 经得刘备直呼,子龙一身都是胆 后被封虎威将军 最后诸葛亮北伐,年近七十岁高龄的赵云 还毅然请战,在马素时接停导致全军溃败后,独赵云全军退 在刘备称汉中王,分封关张马皇为前后左右四将军 连魏延破格提拔为镇远将军,守卫汉中 而赵云呢,只成为刘备大管家,掌管禁军 关于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是跟三国魏晋的文法士族制有关 赵云不一出身 但刘关张出身也不好 一个卖草鞋,一个卖肉,还有一个卖豆腐 还有人认为赵云性子耿直,刘备平定一周时 马上决定分分土地,诸将诺然,只有赵云敢于直言 一周人民,雨遭冰火,田窄皆空 今当归还百姓,金安居下业,民心方定 不宜夺之为私赏也 最后刘备只得从之 后众文臣武将为求民求利,逼迫刘备称帝时 赵云又以匈奴未灭,何以家卫化来反对 关于大义诗经周后,刘备执意东征 连诸葛亮都不敢劝说 为赵云上见,汉贼之仇,公爷,兄弟之仇,私爷 愿以天下为助 且说出很有远见的话 国贼乃曹操,非孙权也 金曹批篡汉,神人共怒 陛下可早图关中,屯兵为何上流 以讨凶命,则关东义事 毕过梁策马,以迎王施 若舍未以伐武,兵士一交,岂能骤解 愿陛下查之 大致意思是,陛下不能因私废宫 应看清天下大事,即曹批篡汉 刘备已恢复汉式的旗号 成是举兵进取关中 足以威慑曹魏,犹如当年刘邦一样 尽管赵云并没得到公正待遇 但后人排属汉武虎将时 其赫然超过马超列第三 三国之列传也是关张马 还有一件更为奇特之事 刘善登基后,直接事关于张飞 黄忠,马超为将军 而赵云死后,刘善跟其老子一样 没有直接给事 结果,以江维为首的群臣 强烈要求给赵云士号 史书有大将军江维等义 以为其后刘善才发布告密 严云西从先帝 恭敬记住,朕以右冲 设身艰难,赖势中顺 基于危险,外溢云一事 外溢表明赵云的嗜好 并非后主刘善直接给的 是蜀中文武大臣强烈要求的 由此可见赵云在蜀汉均匀心中的地位 每日更新,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